做干锅花菜千万不要下锅焯水 那样就是大错特错 今天试试我这个方法比饭店的还好吃 首先把花菜切成小朵 撒适量的盐 用清水给它泡十分钟 这一步能快速地泡出里面的虫卵 还能清洗得更加的干净 炒花菜千万不要焯水 那样吃起来一点都不香 也不要过油 那样太浪费了呀 你只要像我这样慢慢地煸炒 煸炒至微微焦黄 另起锅把五花肉煸干 放蒜末 小米焦 好吃的关键呢 就是放一勺这个干锅酱 这个干锅酱很多饭店都在用 还可以用它做干锅鱿鱼 干锅包菜 味道都很好吃 最后倒入花菜 搭配点黑木耳 翻炒一分钟 放点蒜苗就可以出锅了 这样做的干锅花菜口感脆嫩 非常的下饭